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我们常说摆病从腿养 却往往忽视手的作用 其实只要方法对 很多病也可以从手上治 手上有许多穴位 直接连接到体内的不同器官 我们通过按摩手上的穴位 刺激身体相对的脏腑反射区 达到治疗和缓解疾病的作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按摩手预防常见病的方法 每天按按手,健康舒适天天有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每天按穴位两分钟 治疗十二种常见病 一、治疗颈椎病 颈椎是人体活动度与负重较大的部位之一 特别是颈四五和颈五六椎间盘 既是颈部的活动中心 又是承受压力最大和较集中的部位 颈椎病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 可能带来八十多种不适的症状 但其实我们只要拉一拉自己的大拇指 就能预防颈椎病了 拉大拇指要像这样 拉中有牵 牵中有捏 捏中有揉 除此之外 拇指还主胃经 可以帮助控制抑郁 焦虑 抑怒 因此 如果您遇到腹痛、头痛、皮肤问题 或者你只是感到情绪压抑 只要按一下大拇指 二 治疗便秘 便秘也是现在的人经常得的一种病症了 发作起来寝食难安 非常难受 但只要按压一下手掌心的位置 就能预防便秘 掌心是大肠筋的所在 可以帮助你倾泻身体中排不出去的火气 减缓不适的症状 按摩掌心 可以采用这种剥刮的方式 依次进行按摩 按摩的力气要大一点 按摩到掌心温暖就可 三 舒缓四肢 忙了一天了 感觉身体特别累 提不起精神和力气 其实花几分钟这样做一下手部按摩 就会好得多了 首先使用拇指和食指的外侧 挤压每根手指和拇指 从下到上 每个手指做两到三次 再使用拇指和食指的外边缘 一个接一个地握住每个手指和拇指的底部 然后快速向下拉向尖端 每个手指做两到三次 你就会感觉舒服了很多 四 治疗胃病 胃病实在太常见了 人体中对胃部进行治疗的大药 也非常容易找得到 就在我们的手上 多按压一下掌心肉下方 未经汇集的地方 此处的经络 主管大肠 胃部 十二指肠 等消化系统 把这儿捋顺了 消化自然就顺了 五 治疗咳嗽 支气管炎 哮喘 治疗咳嗽 支气管炎等疾病 在消炎之外 还需要补气 怎么补气 需要补肾气 就是按摩手上 手掌下部这个位置 就是肾上线 反射区的位置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按摩 可以采取这种 用点式按摩的方式 把肾经 大肠经等位置 都按摩到 就能让你逐步觉得 呼吸改善 轻松起来 六 明目 养颜 手指根部 是五官所对应的位置 经常按按这里 就有明亮眼睛 美容养颜的作用 让人感觉 整个人都充满了神采 如果感觉睡不着 也可以采取 这样的方式按压 长此以往 对人体的皮肤和五官 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 能让人 从内到外的漂亮起来 七 消暑 解烦 心火 表现为反复口腔溃疡 口干 小便短翅 心烦易怒等 当你烦躁的时候 做一做这个动作 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这个动作的要领是 交叉十根手指 然后用力相互揉捏指根 揉捏五秒后放松 然后进行下一轮 烦躁的时候捏一捏 火气就没有了 八 消除疲劳 保健 核骨骨骨骨骨骨的位置 在右手拇指内侧横纹对应 左手虎口处 然后下压 就可以找到了 或者食指拇指并拢后 虎口出现 隆起肌肉旁边的凹陷处 就是核骨骨骨 按压核骨骨骨骨 可以消除疲劳 黑眼圈 增强免疫力 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九 治疗牙痛 揉捏虎口外侧 可以治疗头痛 牙痛等痛的症状 牙痛的时候 揉捏虎口 可以有效减缓疼痛的感觉 十 降低血压 血糖 揉捏手臂上 距离手腕 三根手指左右的穴位 可以有效帮助降低血压 它的位置在手腕两个动脉分支的凹陷处 距离手腕那条横线三指左右的位置 按压手法很简单 只要持续不断地去按压它 直到感觉轻微疼痛 就有降血压的效果啦 按压大拇指根部外侧 有降血糖的作用 调节心脏功能 十一 治疗头晕 恶心 当你感觉到似乎要晕车的时候 可以尝试按压一下大拇指的指甲根部 或者用一根皮绳 缠绕在你的无名指上 它可以有效刺激精神 激发气血 避免头晕恶心 除去按压大拇指外 也可以这样钻住无名指 进行压迫疗法 十二 治疗关节炎 与此同时 多活动手指 手指上的穴位的联动 还能产生输筋活血的作用 可以有效预防关节炎 保持身体健康 那么就再教你一套手指的活动操吧 比按摩更简单 也同样有效 首先将手放在桌面上 依次将食指 拇指 无名指 小拇指 靠向大拇指的方向 然后再反向移动回去 接着抬起手 将手的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与大拇指 依次完成一个O型 重复两到三遍 将手指弯成一个C型 重复十到十五次 然后握拳 也重复十到十五次 四指平躯 重复十到十五次 花几分钟按摩一下 好处多多 疾病没有 这些技巧你都掌握了吗 手掌虽小 穴位很好 人体十二条经络里 你会发现 有六条的名字 都带有一个手字 手三阳经 手三阳经 当你稍有不适 就可通过手掌穴位来进行调整 方法也很简单 每天花上十分钟按摩一下手掌 调养身心 让他成为身体交通的调度师把 一外劳工学 爱管闲适的五脏保健学 轻松取学 外劳工学位于手背上 在食指 在食指与中指指骨 在两根指头之间往手腕方向摸 大约一指宽的距离就是外劳工学 按起来 压疼感很明显 作用 说他爱管闲事一点都不亏 对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他都能给予帮助 如果你是一个爱偷懒的人 可不要错过外劳工学 外劳工学还能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寒气 对于四肢不温手脚易凉的朋友 可以长按劳工学 能增发体内的阳气 操作方法 用大拇指按揉或者拇指指间按压均可 一次五到十分钟 也可以采取爱揪的方法进行 二 合骨学 面口合骨收 轻松取学 将拇指和食指并齐合拢 会出现凸起的一块肌肉 在肌肉的最高点就是合骨 作用 合骨学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位 就是四种学歌里说的面口合骨收 它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头部疼痛 比如常见的牙疼 牙龈炎 头疼 口腔溃疡 头晕 鼻子过敏 黑眼圈等 只要是头上有地方疼了 就找它 操作方法 用移指带针方法 大拇指按压即可 一次五到十分钟 也可以采取艾灸的方法 三 少冲学 中医急救大学 轻松取学 少冲学位于小拇指甲下缘 靠近无名指一侧 离指甲一毫米 作用 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人中学吧 少冲学和人中学一样 是中医上的人体急救学 对于忽然发生的身体不适 自己可以按压一下少冲学 先稳住身体 尤其是容易头晕 头疼 打坐的朋友 效果很好 平时 少冲学还是一张健康情语表 比如心脏不适 肠胃吸收不好的朋友 可以看看少冲学这个地方 会出现变子变硬的现象 操作方法 用拇指指尖按压 一次三分钟 四 中冲学 防止中风还养心 轻松取学 中冲学位于中指指尖正中间 在中指指甲下面就是 作用 目前心脑血管问题 成了危害现代人健康的大问题 因为血管堵塞而形成的神经受损 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学会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多了解这方面的养生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中冲学位于心包经的转折点 可以帮助我们疏通气血流通 对于心脚痛 胸闷 心慌等心脏病症 有着很好的减缓作用 还能帮助我们调节心率 夏季和冬季是中风的高发期 尤其是三高朋友 更要重视这个问题 平时要多按压中冲学 操作方法 可以用棉签带有棉花的一头 来进行按压 一次十分钟 五 鱼记学 人体重要的养生学 轻松取学 位于拇指指根与手腕横纹连线的中间点 作用 鱼记学是穴位养生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穴位 它对于心脏 肺部 咽喉都有很多帮助 在秋季 因为秋造的原因 人们嗓子往往不舒服 可以按摩一下鱼记学 如果大鱼大肉吃多了造成肺热 也可以按摩大鱼记学 如果心脏有不适症状 也可以按摩大鱼记学 想要排出速便 还可以按摩大鱼记学 操作方法 采用拇指按揉 一次十分钟 用艾揪方法也可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